这位阿伯更夸张 睡到忘我了 口罩还拉一半在外面 图书馆内老先生嘴巴张开开的 翘脚抱膝盖睡得好熟 还有更扯的 他还睡到把眼睛蒙起来 而且还光着脚 没穿鞋子 桌上摆满家当 男子睡到连鞋都脱了 把图书馆当自家客厅 还有人大啦啦趴着睡 右手垂放一边或是拔脚抬高 躺在沙发上大睡 天气热有免费冷气吹的地方 竟成为最夯热点 阿伯自备太阳眼镜 遮挡卖场内的灯光 营造夜晚入睡氛围 一旁有阿公阿嬷带孙子孙女 躺在卖场按摩椅上休息片刻 吹冷气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啊 也有人边翘脚吹冷气 看起来超享受 来到家具夹食卖场 这对夫妻先生睡得好熟 展示用的沙发秒变休息区 至于云林县府大厅 也有女子趴在桌上睡到忘我 可以提供你休息的地方 但是不代表你就是可以 很随性地把它当在自己家里 不要这样大喇喇的 好像是自己家一样 这样会给别人观感会不好 气温飙升吹免费冷气乱象 在各地上演 躺着睡坐着睡 各种惊人睡姿映入眼帘 但毕竟有爱观瞻 民众想省电费 也得顾及他人感受 记者彭志明 韩志兴 王百英苗栗台中云林采访报道 旺旺水神抗俊逸 他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